大家好 前两天有位花友帆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自己给茶花修紧之后 久久长不出新芽来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一般都是这个茶花出现僵苗了 僵苗的意思也就是 生长新芽比较缓慢 尤其是在春季这段时间没见有什么新芽长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为了它快速的改善这种情况 让它长新芽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这种 HB101活力素 因为这种活力素 它是一本进口的 所以说它的效果非常的好 在养花界人家都说它是神仙水 它可以提高植物的抗性 增强植物的抗力 让它减少动害的发生 病害的发生 还有肥害的发生 药害的发生 同时它又可以提高植物的活力 增强植物的生长性 刺激细胞活力 促进光合作用 促进它着重的生长 我们拿来给它浇灌土壤的话 它可以活化这个土壤 促进有益微生物的防殖 使得这个土壤环境良好 减少有害菌的生长 如果像我这颗茶花一样 它的状态是比较好的 我们可以按照 1比3000的比例对水 给它喷湿 叶片 大概5天给它喷一次 然后给它 同时浇灌这个土壤 通过使用这种活力水 茶花里面的细胞就会激活 就容易长新根出来 容易长芽出来 那么当我们使用完这种活力素之后 一定要及时的给它补肥 尤其是 补充有机肥 因为活力素 它只是 让这个茶花 活力起来 但是 肥不够的话 照样生长不良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给它多补一点有机肥 到这个土壤里面 增加土壤中的营养 能让它有更多的营养来生长 如果我们的茶花 状态比较差 看起来 半死不活的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活力素 浓度高一点 按照1比1000的比例 对水给它浇灌土壤 一般正常三次 还有呢 给它喷湿叶片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它 快速的恢复强壮 让它能正常的生长 好了 这就是如何让我们的茶花 快速恢复生长的一些 养活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